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样 我们需要更新一下 点击是 这时候我们要输入我们的用户名 root 密码是admin 注意你这里输入密码的时候它是不显示的 你要确定输入对了就好了 好 我们回车 OK 大家一样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界面 接下来我们打开第三步 找到这个命令 拷贝这段命令 右键复制 好 回车 注意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断电源 如果一旦断电了 可能你的路由就废了 大家在这儿一定要注意 我们点击回车 好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就好了 大家看到桌面上呢 大家看到电脑上呢 我们这个puti已经断开连接了 我们点击确定 好 它又连上了 我们点击是 关掉puti VSCP也可以不用关它 我们来到网页 这时候呢 我们的IP地址已经更改 我们输入192.168.15.1 密码是admin OK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刷了关改的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关改的系统是不是很熟悉呢 其实大家猜的没错 它就是拿openwrt进行编译的 好 我们现在来到系统 管理权限 这里呢 我们需要把密码验证 或允许登录 这两个沟点上 好 保存且应用 好 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不用管它了 接下来呢 我们打开winICP 由于我们的地址已经更改了呢 我们就需要重新建一个站点 点击新建站点 把协议改成SCP 主机名192.168.15.1 用户名root 密码admin 保存 登录 好 这里的密码我们需要更新一下 OK 我们已经连接进来了 接下来呢 我们点击这个两个点 到上一层菜单 然后我们找到TMP 我们来到我们的工具箱 找到这个Bread的文件夹 把这个Bread的固件拖进来 记得切记切记不要拖到其他的文件夹里 省得到时候你找不到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用PuT 给这个KRT刷入Bread系统 好 首先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命令先粘贴一下 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个名字千万不要搞错 因为这个命令是针对这个名字进行执行的 而且它的路径也不要搞错 好 我们先把它复制 然后找到我们这个PuT 15.21 好 打开 好 我们一样更新 是 用户名是root 密码 admit 回车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熟悉的OpenWrt的界面 那我们现在需要把我们刚才拷贝的那串代码 复制进去 好 我们点击右键 最后呢 再给大家强调一遍 一定要注意你的路径和文件名 千万千万不要搞错了 好 我们确认之后 我们点击回车 好 整个刷写的过程呢 是非常迅速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带着大家进入我们这个Boost的Bread 好 现在这个页面可以关掉了 大家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灯是黄灯 大家记得这个颜色啊 是个橘黄色的灯 好 那我们现在断开电源 然后我们把它反过来 然后我们把它反过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孔 我们要找一个区别针或者是一个压签都可以 然后我们首先我们先尝试着捅一下这个小孔 千万力度不要太大 这个东西容易捅坏的 好 现在我们摁住这个小孔 然后接入电源 数三秒钟 大家看到前面这个灯 开始闪烁了 就松手 刚才那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到这个灯开始蓝色的闪烁的时候呢 就可以松手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回到电脑上 我们来看一下网络 找到我们的网卡 这时候呢 我们要设置一下我们的地址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网卡调成192.168.1的网段 之后呢 我们来到网页 然后我们输入192.168.1.1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Bread的后台了 看到这个控制台之后呢 其实之前我们也有说过 前面呢有一些简单的信息 在这里呢 我就不给大家详细的说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Flash 它只有16几 所以说基本上刷不了什么东西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开始进行我们的刷机 我们转到固件更新 找到固件 选择文件 找到我们桌面 找到我们KRT Tools 找到我们的极客云固件 选择这个固件 打开 这时候呢 闪存布局会自动跳转到 斐讯KRT 好 我们点击上传 点击更新 这个过程中大家注意 千万千万不要断电 如果一旦断电的话 很有可能就拔费了 好 我们现在固件已经刷减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等着它自动重启 好 大家注意看着它那个灯 大家可以看到路由上的灯已经熄灭了 然后我们要等着它亮起来 好 大家注意 现在这个路由的灯呢 已经变成了粉色或者是紫色 好 这个时候呢 就已经说明路由已经重启成功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回到电脑上 好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电脑上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Breadweb后台呢 先关掉 那这个关改了也不需要了 好 我们现在来到网络 属性 适配器 网卡 我们来到属性 我们来到IPv4 因为我们刷入的是AP的系统 所以说它本身是没有DHCP的 它不可以通过自身给你的设备 自动分配IP地址 那它本身的IP地址呢 是6.6.6.6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改动一下我们的IP地址 才可以登录它的后台 我们把IP地址登录成6.6.9 ZM255000 好 剩下的我们现在可以不填 确定 确定 我们来到网页 6.6.6.6 这是我之前刷上一个的时候呢 留下的记录 大家可以看得到 极客云无线AP 它的登录地址是6.6.6.6 非常顺啊 OK 我们现在已经登录进来了 我的密码 好 我们现在选择密码 admin admin 好 我们现在极客云的无线AP呢 已经安装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 我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到底应该怎么样的操作 到底应该怎么样的设置 这次呢 由于时间的原因呢 我们就不跟大家详细的说了 简单的告诉大家一下 应该怎么样的使用 首先呢 我们来到无线管理 找到SSID设置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它之前已经设置好的 这个无线的WiFi 名字是这个 其实很奇怪 而且呢 它的射频是5G和2.4G绑定在一起的 好 我们现在点击后面这个笔 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里面有5G和2.4G两个频段 金水在这建议大家 把这两个频段分开 我们再分开设置一下 然后我们设置为金水 下火锦 AP 加密形式 密码 我们随便设置 最大的那些数呢 这些都没关系 你如果需要隐藏的话 你可以隐藏 不需要隐藏的话 就不隐藏 保存生效 好 我们把它关闭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设置已经完成了 第一个 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个 同样呢 我们把这个名字也改一下 添加完成之后呢 这个就像我们之前普通的路由一样 你打开之后呢 会有两个频段 一个是5G 一个是2.4G 然后呢 下面呢 这个射频配置呢 我们稍微要改一下 首先呢 我们在频段上呢 一定要固定 因为这次呢 我们是希望达到一个组网的效果 如果是一台的话 其实这个频段呢 你可以选用自动 但是如果是两台以上 你需要组网的话呢 还是建议把它分开 那我们这个没关系 默认第一个1就好了 下面的这个5G呢 我们把它选到36 好 保存 OK 其实到这种程度呢 我们已经设置的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 你只需要把你的腕口 插上你的网线 保证那个网线是通的 就OK了 大家通过刚才的视频呢 就已经知道 这个KRT呢 怎么样刷成极客云的固件 那其实方法也比较简单 首先呢 我们需要打开它的端口 然后呢 再刷入它关改的系统 在关改的系统的基础上呢 刷入BOOST的BRADE系统 之后呢 再用BRADE系统呢 加载极客云的系统 之后就完成了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呢 就不给大家再详细的做演示了 下一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演示一下 两台刷了极客云AP的 如何进行KVR的组网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好 我们现在开始抽奖 我们找到我们这个视频 我们把这视频的链接 拷贝一下 然后复制到这里 然后我们找一下关键字 我当时给大家留的关键字是 我要电子Y 关键字 人数 一个 我们这次呢 抽出三个人 那我们一次一次抽 这样的悬念会比较大一点 好 开始 好 第一位朋友已经抽出来了 杨教练 好 我们再抽一次 好 第二位朋友 李杨 感谢李杨 第三个 恭喜这三位朋友 赢得了我们的大奖 请这三位朋友呢 尽快的联系我 然后我告诉你们 如何领奖 在哪呢 在我的电报群里 好抽奖就到这儿吧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呢 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呢 那就请你点赞评论 转发投币 一条龙 YouTube的小伙伴呢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因为他会在第一时间 把我最新的内容 推送给你 无论怎样 您的关注都是我持续努力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 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